第1608集 将闪电全练到这个层次 也是天下少有了 血肉承载闪电符文 肘身上下都被雷霆洗礼 了不得呀 有人叹道 无比的羡慕 的确 楚风吟闪电入体 跟金色血液交融在一起 在五脏间轰鸣 在骨骼中激荡 这很危险 也很惊艳 这等于是粗暴版的大雷音呼吸法 因雷霆洗礼全身 熬过去的话好处多多 修行闪电全到了这个地步后 那对自身的好处太多了 时常用以血肉接吟闪电 以骨髓撑载雷霆 用电光熬炼五脏 机体会强到何种地步呢 所以 佛族的大雷音呼吸法 才能够微震天下 曹德这样以闪电全洗礼 效果虽然粗暴 但是 只要抚平体内的伤 也许会有相近的效果 在楚风的周围 各种异象分成 闪电画龙 雷霆 贬成参天古术 并伴着金色电云等 霹雳啪啦作响 随后 海浪阵阵 惊涛拍案 都是金色闪电 其中一个人在挥拳 立身载当中 当真有绝世无敌之感 一些人瞳孔收缩 预感到曹德的进化之路 非同小可 其血肉金黄 盛血璀璨 闪电融入全身细胞中 帮助蜕变 亚生境界 但是 他这种进化 却可以击杀圣者 这让一些人心中冷冽 眸子迸发沙光 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 身材挺拔 赤发飘舞 整个人弥漫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神王秩序 神脸浮现 他的双瞳泛出血光 而在他的背后 则是血海异象 冲起一头可怕的胸琴 宛若要 斩翅 截断天雨 撕开空间 发出鸣叫声 射人魂魄 赤锋在这关键时刻 一声轻斥 如同惊雷般在 楚风附近爆发 可以看到 那种音波太可怕了 冲击的空间都在扭曲 要塌陷了 这就是赤裸裸的干扰 在阻击楚风悟到 想让他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李九霄眸子绽放冷光 你敢 瞳孔暴射出两道 如同剑光般的光束 阻挡赤锋的音波 我没有触及到他 更没有杀他 并未犯规 赤锋冷声说道 与此同时呢 他背后的滔天血海中 那头血色摸琴冲起 九头鸟身长鸣 震动天地 一道又一道血色秩序神烈 在楚风周围绽放 来不及阻止 李九霄 霓虹都出手了 但是磨灭了部分秩序神烈 却没有来得及全部扑灭 可怕的音波震荡 虚空轰鸣 比天雷乍响还刺耳 这不是在伤人 而是有针怼性的干扰 让陷入悟道境中的楚风 遭遇不测 不仅想中断他的顿物 还想让他出现大道之伤 猴子 彭万里 弥青等人都吃惊 心中焦躁 这种情况太恶劣了 一味神王突然袭击 对于动物者来说 是灾难性的 其他人也都露出意思 看到曹德的强势崛起 又要见证他的腿败倒下吗 细揪起来 也很难责罚赤锋 因为之前时 双方都动用过这种手段 干扰悟道 成为默认的擦边球 所有人都盯着楚风那里 看他是否会大口磕血 倒极撕裂 摔倒在血泊中 那阴波太可怕了 血色秩序神殿交织 已经封锁空间 雷阴震天 终于一切都平静了 阴波消失 秩序神殿摸灭 露出蒲团上的曹德 一些人露出异色 他没有倒下 周身金色光芒更为璀璨了 闭着眸子 依旧在悟道中 谁在叫啊 谁在为我悟道出现 来吧 我参悟闪电权罪 需要这种惊雷之一 让秦明寿好 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楚风闭着眼睛 说出这种话 让现场一片寂静 李九霄正出手呢 结果直接坐回蒲团上重归安宁 迷洪也惊讶 重新盘坐 其他人则惊恶 这是挑衅呢 一味神王的干扰 没有奈何他 凡被他奚落 助他悟道呢 这是妖九头鸟族的神王赤锋 继继继干扰 再给他来一段秦明寿吼吗 赤锋目光如刀 森寒无比 这个曹德 敢一而再地奚落他 不将神王威严看在眼中 这如果是在野外无人之地 他自然要出手 撕碎了他 赤锋神王 再来一曲 楚风闭着眸子说话 他在演化闪电权 像是在悟道 但是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只是在汲取造化物质 让人王血成熟 在换血而已 所以 那些音波 哪些可怕的袭扰 根本没有奈何他 顿物 只是他在做样子 赤锋双目冰冷 血发飞扬 如同一个要杀遍天下的大魔王 背后浮现异象 九头鸟本体在血海中 臣服 他俯视着楚风 战场的规矩 可以庇护你一时 却守护不了你一世 有时候这阳间说大也大 广袤没有尽头 可有时候说小也很小 任你自负天赋非凡 但无论怎么蹦的 即便瞬间驾云二十四万里 也超脱不出强者的手掌心 士风声音森寒 再恫吓出风 明言要杀他 只要他身在阳间 九头鸟族要避掉他 很简单 逃不出该族手掌心 曹爷等着你们 不就是来第十一禁地吗 李达在史前时代又不是没打过禁地 曹小爷也想效仿 从而超越 众人听到后都一阵摇头 这真是气话 谁也没法相信 想削平一个禁地 谈何容易 杨间这些禁地 自古至今都好好的存在着 不过人们也看出曹德的确大胆 就是这么的能蹦的 即便是这种嘴上无敌 也需要一定的勇气 出去后准备棺材吧 这是赤丰最后的话语 他杀意无尽 蔑视楚风 要杀之而后快 小爷等着呢 你要是不能杀我 你是我玄孙 呸 要你这种不孝子孙 有什么用 嫌弃你 这是撕破脸皮了 不死不休 如果不是众目睽睽 规则限制 赤丰绝对要立刻冲过去 动用神王权益 将他轰杀 这时 楚风起身 来到李九霄不远处扑团上 明目张胆地 跟他争夺最后的造化物质 荣道草上 最后的三片叶子 朝向赤丰这边 那一片磕叉一声断裂了 带着几颗果实 朝着曹德那里飞去 人们知道 荣道盛会 要落下帷幕了 而九头鸟赤丰 眼睛赤红 血发乱舞 赤丰瞳孔收缩 他杀机无尽 因为这个小子 赤裸裸地针对他 抢他造化 那片叶子上 最起码有六颗果实 嗖的一声 整体朝着曹德那里飞去 鬼泽碎片缭绕 道音隆隆 睁耳欲聋 这让人眼红 尤其是从赤丰眼前飞过去 冲向那个 让他无比厌恶的野羞 他真想一巴掌拍死 碰的一声 他目光阴冷 猛然间探出一只手掌 血无澎湃 将那片叶子笼罩 直接半路截掠 想要抓过来 但是 很可惜 这片叶子 曾经承载大道 是道的有形载体 成为规则的诡计与化身 光耀青天 从他那里 穿行过去 不受阻拦 神王大手也挡不住 唯有最纯净的心 最为纯善的人 才能得到道的认可 而你满手血腥 脚下尸骨勒勒 如何跟我这赤子之心相比 臭名昭著 血嘴滔天 你还是生生吧 楚风开口 而且一脸的微笑 他要是不说这种话 赤风还不至于额头青筋浮现 听到这种话后 赤风真是有点怀疑人生 怀疑所谓的天地道国 这个小子打闷棍 下黑手 唾沫星子飞剑 也会与纯净 和纯山沾边 开什么玩笑 老天的眼盲了吗 吃风不服 他真想扬天长笑 恨不得当场杀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